新年快樂 新年快樂 為何這麼好笑 尤姑娘 因為很久沒有錄節目 甚麼很久沒有錄節目 我們正在做直播 很久沒見過我 整年沒見過人就蠢了 雖然樣子沒甚麼變 別說廢話 廢話 我們這個節目是講真話 不喜歡講廢話 歡迎大家來到2019年第一集 左膠診條鎖 多謝歡迎大家捧場 平時這個節目時段 就是那位染金毛扮鬼佬 金曲妙韻歲月情的時段 有點像你那個 當然沒有我真正 真人沒有我這麼瀟灑 他好像英俊一點 不是 所以說你真的 鬼佬通常是香 你喜歡吃羊腸是不同的 聖誕通常是吃這些 這些純粹是偏見 我們左膠診條鎖 就是要去 就是要去 糾正 糾正這些偏見 沒錯 沒錯 通常是他的節目時段 我們今天因為有油姑娘 你知道 女人大了 就拿了他的時段 以後我們隔一個星期 各位想看金曲妙韻歲月情的觀眾 不要緊 先看著我們左膠診條鎖 有美女和智慧型男 下個星期同樣時間九點半 智慧型男 你也說得出 智慧型的男人 你不是說不說虛假的東西出來嗎 智慧型的男人 你不要聽錯中文 你的中文差 你以為我自己稱讚自己 智慧型男 我是智慧型的男人 不好意思 我說我有智慧 你不敢搏嘴 當然我不敢 當然 如果你看金曲妙韻歲月情 下個星期同樣時間九點半 在M.I.H.K.看他 今天我們新一年 跟大家 拜個祖年 你有沒有祝賀說話 我祝大家身體健康 你年紀大了就知道身體健康重要 我打算把所有祝賀說話 在新年之前才說出來 都可以的 留在新年 因為你的中文都有限 不太多的 那些四字 所以我要做了一些研究 寫完在這裏 然後才拿著和大家說 那才有心 沒錯 我們儘管看看有姑娘 到時拿什麼出來 只有三個字 龍馬精神 生意興隆 雖然剛才罵那位金毛 但是其實 我不知道你有沒有聽過節目 我是有的 他其實 早前就說了關於快樂 快樂 對 我剛剛這個過去 你知道 沒有跟大家見面 兩個星期 聖誕節 還有新年 當然是見一下朋友 出來 即是你平時 平時在 山洞 對 山洞 很少見人 這些 這些所謂 與眾同樂 在普天同盟的日子 出來見一下人 在一些社交場合 就見到朋友 想起一件事就是感恩 人生很重要 其實一個人要快樂就是感恩 我這兩個星期 都有些值得感恩的事情 例如 想起自己人生 有很多朋友 朋友不多 老實說 見過世面 那又不敢 又不敢說 又不是見過世面 被人騙過 騙過感情 被人騙了錢 留下長頭髮 躲在山洞 到以後都不想追求女 又怕被人 傷了一個寂寞的心 沒錯 被人騙了一個寂寞的心 就慘了 甚麼都沒有 身體又被人騙 沒錯 有沒有二十四 有沒有甚麼 有沒有破載 不是 有沒有失禮 我當然不會 你以為我是你 想知道你有甚麼做 沒有 有甚麼感恩 24日 24日 我聖誕節 就看了一個 那個叫做甚麼 不知道 是否方便說得 即是跟人賣廣告 即是一個韓劇 我知道 你知道嗎 藍色的 很多的藍色 你喜歡找那樣東西 找哪樣東西 韓劇 我知道 我說他的英文是很多的藍色 很多的藍色 英文是嗎 我可不可以說 可以 不是 我不是說出 我說錯 不好意思 我們代溝 我看那個叫男朋友 不是吧 我沒有醉 我知道你沒有醉 不用 你那些年紀是正常不出奇 是正常的 真的好看 我覺得好看 是否很有初戀的感覺 不是初戀 想回我年輕的時候 因為他戲裏面 說那個男主角 當然我不是那個男主角 純紅紫白 那麼英俊 偏偏 俗世佳公子 對吧 但是想回我年輕的時候 我讀 你也不差 你想說 不是 你也說說真話 這個節目 我年輕的時候 因為他戲裏面 第一集 說他拿著那些菲林相機 我想回我以前讀書的時候 就是拿著菲林相機 因為我A級的時候 都讀攝影 也是拿著相機到處走 看到美女到處拍 然後自己在黑房 要曬照 裙底 裙底 裙底就不敢 我們這些 我不會 也不會 坦白說 未至於那麼變態 雖然樣子是相似的 不過未至於那麼變態 未至於 但就想著 未至於那麼變態 那麼 回想起年輕的時候 因為那個年代很流行 例如在一些旅行的途中 你會遇到一些人 而在那個 尤其是當你年輕的時候 你是不懂得珍惜 或者你不知道怎樣表達 你明白 你在年輕的時候 你一個人在旅途的時候 你不知道怎樣表達 那樣 你對一個人的愛意也好 或者你對他一種感情關懷 OK 尤其是男生 可能我更加是 因為我自己 你知道我的樣子 這樣 消殺妥 那樣的樣貌 更加不敢立暖 對不對 於是乎 你很多時 在那個年代 你遇到 人在旅途的時候 見到一些人也好 或者什麼 你轉眼 就擦身而過 就沒有了那個機會 嗯 因為那時候不同 現在 即是現在有網絡 Whatsapp Facebook 你明白嗎 變成你有了Facebook 你簡直 你見到一個人 可能在乘車 你的Facebook叫什麼 是嗎 你反而覺得是這樣 我反而覺得 好像現在那個科技發達了之後 人和人的相識 已經很不珍惜了 首先 可能以前你搭地鐵的時候 沒有那個網絡 你可能經常見到那個人 你都會說 跟你說hi 不如我跟你交換電話 寫信 但現在這個社會 已經有去到 拿了你的電話 都未必跟你溝通的人 已經去到這樣了 那要看看那個人對你的 興趣 是的 你明白嗎 當然你可以說 你去到一個 譬如你 我不知道 你的聖誕節 譬如你去聖誕節派對 當然有很多人 抄你牌 拿到你 我是這樣派給別人 抄我 抄我 這是我的電話 叫我 是做保險的 賣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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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很害怕 你知道嗎 你這樣的時候 那麼主動的人更害怕 不是 我說別人 那時候 當然他 可能他 當時 譬如有時候是客氣的 即是在社交場 你叫什麼 我抄下電話 或者什麼 但問題是 當時後來 他不找你 是另一件事 但我說的意思就是說 我們當時在人在旅途 譬如你在 在 即是怎麼說 旅遊的時候 譬如在歐洲很流行 譬如在暑假 或者什麼 你搭車 或者就不算不用去歐洲 你在那個地方 譬如你在美國讀書 你明白嗎 暑假 看到某某軍 在車站撞到人 但是你現在 撞到 你起碼有個地方 你留下了那個地址 你起碼 你可能現在 對他沒有印象的 你五年後 想找他都可以 但是我們那個年代 你明白嗎 即是我們的年代 你錯過了那個機會的時候 譬如有時候是這些情況 譬如現實生活 很多時候就是 當你認識一個男生的時候 那個男生可能有男朋友 那個男生可能有男朋友 不 對不起 那個男生可能有女朋友 有女朋友 而你有男朋友 你明白嗎 譬如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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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可能在一個社交場合 聖誕節 你可能去到一個社交場合 派對 你看到一個男生 這個男生我對他有意思 但誰不知發覺 原來他是女朋友 你是單身 或者你也有男朋友 也不定 但是可能你對他很感 你互相抄下了電話 你沒理由無端端 你明知道 你男朋友 他有女朋友 你無端找他 誰不知兩年後 你又碰到他 發覺他已經單身了 你到時候 就可以馬上就 即是甚麼 去吧 去馬 沒錯 那就流口水了 但我們那個年代 就不是 因為你 很多時候 聯絡的東西 沒有那麼方便 地址 甚至無謂 你看回最近 香港也有 就是說 有些年代 很多時候 當然我沒有去到 六十年代 那麼遠 但去到八十年代 其實還是這樣的 就是說你很多時候 一閃即逝 如果錯過了那個機會 你是聯絡不回那個人 是啊 很多 新聞經常都播 是啊 那你的聖誕節是怎樣過呢 我想觀眾 尤其是男觀眾 很有興趣 你真是考慮我 我都不太記得我聖誕怎麼過 因為其實很無聊 只是劈酒 劈到忘記了 沒有啊 直接斷了片 簡單 他吃了一頓飯 然後走到一個圈蘭鬼坊 不是特意走的 因為我去吃飯那裡是中環 是 剛好要走的時候 就是十一點的時候 是 十一點的時候 人們肯湧上來蘭鬼坊 我就在下去 我走著 有些人在走上來 我明白 然後我就覺得很誇張 不用那麼多人 是 因為近年多了一些大陸人 遊客 其實蘭鬼坊現在近年多了遊客 尤其是北方遊客 有看到一些人在派 那些什麼 乾本 拼的圈 可能是螢光棒 可能在牆上用 但其實我心想 有沒有人真的會拿著那一塊拼 可能年輕人也會 可能年輕人也會 我看到很多人拿 但我心想你會拿著那一塊拼 貪得意 不要緊 聖誕新年是一個 尤其是年輕人 就 又認識人 是嗎 方便去派對 認識到其他不同的人 對 就是吃頓飯 吃頓飯 跟朋友聊聊 是 沒有什麼太特別的事情 是嗎 所以我也很想很特別 不要緊 有很多機會 過去林 機會經常都有 對 機會經常都有 真的不知 不一定要平安夜 不一定要聖誕節 你厲害了 你八字弊 八字弊 每天都有 一定要這些節日 那怎樣 你有什麼感想 你年輕人沒有什麼感想 你想什麼感想 聖誕節 新年有什麼特別的遭遇 如果你說新年 我發覺 我不知為何 現在一打開Facebook IG 一打開 那些人經常在說 新的一年我想怎樣 新的一年我想怎樣 我以前是做了什麼 什麼 然後我想起來好像是 因為我新的 在我2018年那一年 我其實是不知為何 之前是分析了一些東西 在那些紙上 其實我沒有想過 可能有想過去做 只是剛好純粹可能抄下 怎知道 到我要去更新的 我一打開 拆的時候 為何寫了一頁 那些紙 然後我發覺 全部都做了 這麼厲害 是呀 是呀 包不包 她吃仔 那些 超過 超過 嘩 小 嘩 這麼厲害 是呀 吃乳仔 想什麼 你 想什麼 我沒有想什麼 聖誕也說dry dry 即是聖誕也不dry 是聖誕才是dry 不知為何 不要緊 一年365天 其他日子不dry 就行 是呀 接下來要計劃一些新的東西 是呀 2019年有計劃一些新的 兒子 是呀 不要緊啦 明年是你的年 什麼呀 為什麼是我的年 豬 我不是熟豬 不要緊 你配襯 整個 是嗎 你可能吃的 又是那些 好像豬那麼白 豬餅 豬的褲也很粉紅色 沒錯 沒錯 最緊要不要發豬瘟 就行了 不是發仔瘟 發仔瘟 沒所謂 發豬瘟就麻煩了 我們剛才 我都說聖誕的時候 聖誕新年 我都非常有感恩 感恩 沒錯 就是覺得人生 要快樂 就要懂得感恩 是不是 為什麼那些左膠呢 就是現在那些西方的人 就是左膠 其實就是這個 因為快樂的人 一定是懂得感恩 那些人不快樂 其實就是因為他們不懂得感恩 很多時候就是這樣 批評 批評 都不滿意 看不順眼 你明白嗎 看你又不順眼 看他自己又不順眼 不斷批評 是啦 真人富貴厭人貧 見到別人這樣 見到有姑娘 美女又說 又覺得有姑娘 太白了 見到我的智慧型男 又覺得我 不是太黑了 不是太黑了 見到我太有智慧 你明白嗎 好了 我想說一下 今個星期 因為新年第一集 是不是 我就不想說太重的東西 因為 我也承受不了太重的 太重的 不是的 我看你經常都喜歡吃那些 你見過那些誰 見過那些 當然是 猜到的 我們人生經驗這麼豐富 猜到你喜歡吃什麼 那些重的東西 當然是 今天這一集 我們就不要說太重的東西 我們說比較輕鬆一點的話題 因為我知道 你知道通常都是 臨年尾 年頭年尾 就有很多回顧 有什麼大事回顧 通常都說很多政治的東西 是不是 所以我們今天 就輕鬆一點 跟佑姑娘說一下 男女的東西 男女的東西 說一下是非 我也很不擅長這件事 是啊 大哥 你又問我 又說問我 聖誕節有什麼 我又把我內心的秘密 說出來 是不是 我真的沒有 那你有的 我相信 不過你又不說 沒有人猜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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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大概猜到 你知不知道我31日 那天是做什麼 在我朋友家看電視 在倒數 不是 很多人都是 你不是 在朋友家 通常都是 你不是在朋友家 就是 吃了KFC 倒數 那都是好事 不是 不是不是好事 吃KFC 不是 你說如果一大群人 都很開心 但是我們幾個人 不想 抱得出去 那也是 你幾個人 你懶得出去 你不要說自己 這麼慘才行 你這些 真是想無病新淫 年輕人 不是 你自己選擇 你不想生太多人 有時 一年到晚 聖誕節 其實不一定要 很多人圈話 才會開心 我覺得現在很多年輕人 我現在的朋友 不知為何 很多人都不願意再出去 是 他們寧願說 上班很累 是吧 但一兩年前 都不會說 不如搞派對 不如我們去哪裏 但現在一些人 就不會 不如回家自己休息 年紀大 就是這樣了 時間到 我們回到第二節 再跟大家說一些輕鬆的話題 待會見